日本的震灾当中发生了不少感人的故事 有一位华人老师在灾难当中不顾自己的安危 忙着抢救学生 想尽办法把班上15个中国留学生都送到安全的地方 很像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真实翻版 后继大厅张老师焦急的等待着 终于握到学生的手 食指相扣的那一瞬间张老师百赶交机 就剩他一个了 其他的孩子都已经办了乘坐飞机的手续 好多日本老师还有我都在保护他 他坐着飞机的时候我才能走 想尽办法终于买到明天的机位 张老师决定将孩子带在身边 一直到孩子安全离开东京为止 15个学生一个都不少 他这才安心 对于自己完全没有安排 这里我们还有好多的留学生 先要把留学生给安排好 自己的事先 现在先没有时间再去想吧 张老师是地震重灾区 自成的日语和排球老师 大地震之后他紧急寻找班上中国留学生 忙着张罗照顾 一直到最后一个孩子 生离死别 文字无法形容 地震中无私的爱让许多人感动 中间新闻文旗综合报道